好為什麼要參加今年第二次的CT呢 其實去年參加第一次之後 我就覺得整體賽事氛圍真的是很棒 因為可以有很多 不管是你的家人或朋友一起在終點等你 然後甚至是賽場上的所有工作人員 其實都非常熱情的 如果單純只是來參加真的太無聊 所以這次就特別在賽前 就詢問了我的最初攝影師 以為有沒有機會 來看一下誰在五一五當中可以獲勝 所以這次比較特別是因為這樣 來參加第二次的CT賽事 我剛在會場遇到很多人 然後都跟我說 欸我覺得攝影師贏面比較大 現在狀況怎麼樣 現在狀況已經 迫不及待相比了 唉唷 越來越厲害的感覺喔 我為什麼要比CT 是一位平常擔任哲瑞的攝影師 看到他這樣子 真的看不下去了 很想下去跟他拼一場 讓他知道我的厲害 然後當然這次比賽 當然是想要讓他吃我的美味特質早餐 我很有信心贏他 我已經準備好明天的五一五要電報哲瑞教練 我已經準備好 這帽子一定要記得戴 明天一定會記得 然後這些 你這些本來就要準備的 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的車子 不要以為哲瑞教練的腳踏車很厲害 我這次特別升級了 刺刺的大盤 刺刺的大盤喔 有沒有看到 很新喔 感謝這次FSA提供以為在賽事中 使用全新推出的 Powerbox SC功率大盤 除了在精準度有正負一趴的優異表現外 使用冷鍛造鋁合金曲柄 重量只有793公克 再在人人有供鍊的時代 售價只要9000元的功率大盤 你還在等什麼呢 欸 現在換我來介紹一下我的裝備了 剛剛以為根本就是在胡亂介紹 準備東西最好這麼少啦 我跟你講 他那個裝備根本就太不及格了 這場比賽真的是太小看五一五了 擺的好看也不會變比較厲害啦 那我就來跟大家逐一介紹一下 我在三項當中 個別準備了什麼樣的器材吧 來看一下 第一項 游泳的時候 在先下水的時候 一定是先穿好我的三鐵衣 三鐵衣穿完之後呢 穿著我的防寒衣 然後搭配泳帽 還有挖鏡 這個時候就可以準備好下水 喔對了記得 下水先要貼好這個號碼貼 然後上岸之後啊 因為我們之前比賽經驗會下雨 然後會那個土地很多草啊 很多反正很煩的事情 所以會準備多一條毛巾 那毛巾的目的就是我在裡面的時候 我可以沖水然後把腳擦乾淨 再穿好卡鞋再出去 不然腳沙沙的其實穿不太進去 然後到第二項 也就是腳踏車的部分 腳踏車就是穿著安全帽 戴著安全帽 穿著太陽眼鏡 然後穿著車衣 這時候我會先把號碼在背上 因為忘記穿的話可能在跑步的話 你就會少了一個號碼背心 就會被判失格 然後 腳踏車還有什麼 喔對了 來跟大家介紹比較特點的地方 看我的腳踏車上面 其實我已經先黏好就是 像這樣的一個果膠 那我在比賽當中 我就可以直接把這個撕掉 然後這個直接這樣拿起來 撕開 我就可以吃到果膠 因為你在轉換當中啊 如果你把果膠先放在鐵人服裡面 你可能會因為你在轉換啊 掉出來或是不好拿 很麻煩 所以就先把它黏在車上 反正就是我是吃 Amino Vital 然後黏兩條 然後下車之後啊 我通常在車上就預計吃兩包 下車我會拿著這一包果膠放在身上 因為最後10公里 不知道到時候天氣到底是很熱還是下雨 所以避免真的跑到暴掉的時候 可以拿起來吃一下 大概就是我的裝備 還有鞋子這樣 然後毛巾分兩條 就是因為下雨可以插兩次 好啦 比賽見真章 我們今天來到CTM會場 沒錯 我們現在已經在賽前準備熱身當中 你今天狀況怎麼樣 我現在已經想要下水了 現在還有30分鐘就想要下水 我跟你講 今天天氣還不錯 因為前幾個晚上啊 都一直下大雨 然後現在感覺 狀況其實天氣還滿涼爽的 對啊 滿舒服的 大家可以tag一下我的身體 有沒有看到 裝備組跟體力組的差別 有沒有 我就是穿滿了這個防寒衣 就是等下準備福利給他衝到滿 你等一下有沒有什麼策略 在你下水之後 我現在策略就是 游得很直 就沒問題了 怎麼可能 第一次游一釘 左右左右 怎麼可能游得很直 我們等下準備去 下面排隊 然後陸續 開始分梯式下水 希望等下的比賽一切順利 有沒有什麼想要嗆聲一下的 我 五分鐘啊 不會讓你看到我的尾燈的 太弱了 我跟你講 你提早五分鐘出發 等下如果讓我看到你的車尾燈 待會你今天已經輸了這場比賽 我們待會拭目以待 我不確定 拭目以待 GO GO 那今年因為年齡的關係 所以我今年被升到25歲到29歲組 我就跟以為在出發時間其實就 已經落差了五分鐘 所以在今年 很可惜的就是一出發 就先落後他五分鐘 如果我在賽事當中有機會追到他的話 基本上這場比賽也算是我贏定了 一次游泳這項的表現就是 一出發當然就是非常的直嘛 然後但是游一游 發現我都沒有定位 開始以後就是歪的 那跳水出發之後啊 我就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滑屏 還有呼吸換氣的這個節奏 所以在一開始出發的時候 覺得還蠻順暢的 但是說真的啦 就是活水壺 雖然那個標球看起來好像很近 但真的要游到最後一顆 你會覺得怎麼游 怎麼都游不到的那種感覺 那還好這一次在過程當中 其實有一直去調整 就是在定位的這個模式 就是游一游然後起來看一下 游一游換氣 其實在前半段的感覺都非常非常的好 我游了三十八分二十四秒 已經超乎我的預算 因為沒想到四十分 就已經很厲害了 當下的速度 我是感覺應該 應該會贏責任 因為三十八分 因為他上次游四十分嘛 所以我覺得他這次應該差不多 以為出發囉 以為出發囉 整個就覺得 哇 我怎麼剛已經用盡所有力氣 把游泳這些項 發揮到最快最極致的狀態 所以上岸其實是整個非常疲態 成六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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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六位出發囉 成六位出發囉 我沒有練過轉換 所以也不知道是要花多的時間 我去到當然就是快速的換裝 其實中間的感覺就是 就是很怕被哲學追到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離我多遠 所以我就快速穿一穿 然後就快點跑出去 然後跑出去的話 當然穿卡鞋跑起來是非常奇怪的 然後很滑 超滑的 然後馬路直接超難跑的 我總共花了6分05秒 就轉換完 那第一個轉換區不免的時間 一定會花得比較長 所以我記得到轉換區之後 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辦法 要趕快把防寒衣脫掉 那因為以為是沒穿防寒衣的 所以其實在脫防寒衣這件事情 就會讓我在賽前很猶豫到底要不要穿 那還好這一次的防寒衣 我覺得脫得很順暢 因為賽前也練習了幾次 我剛剛大概差多遠 很遠嗎 很近 唉唷 還有機會喔 快快快 但是因為我自己的一個小失誤 在這個時候發生 剛剛襪子全濕了 不穿了 其實我那時候看到襪子濕掉 我真的覺得 喔 完蛋 在那個時候我就只有 呃 刺腳 穿著卡鐵 然後把裝備穿完 就趕快出發 為了就是搶成績 這個致命的失誤其實在後面影響很大 那我第一個轉彎區的時間 花了大概是六分二十五秒左右 就離開轉彎區 聽者會說他均速可以三十六萬 三五三六然後聽到好像很慢的感覺 結果我一騎上去喔 時速 因為一出去就是大逆風 在上 好像就上坡 時速十七耶 怎麼才 就十七 我全力喔 真的是全開 然後就十七 然後心裡就想要失業了 我要被他追到了 因為他腳踏車比較厲害 剛出發的時候 在轉彎區 聽到我的攝影師跟我說 欸 我跟以為差距很近 其實我那時候就覺得非常有信心 覺得哇 我一定要在自行車的項目當中追到他 我至少還要 三十公里才被哲二追到 才不會輸 那在上了中華大橋之後啊 其實就是一連串的無情的風跟雨 開始拍打在臉上 我剛游泳真的是 有點硬啊 上來喘得要死 可是我已經盡力了 真的盡全力 我游泳剛游泳38分 已經破了我一千五最佳了 但我現在 覺得腿有點快抽快抽的 所以我前面 採取保守一點 因為現在橋上風超大 小駕車這麼困難 這麼酸 酸到真的不行 他總 停下來旁邊休息一下 為了要贏他 所以就繼續拚 現在均速只能用三十 進崩了 我覺得我這樣踩完就很厲害 很快 今天去塵太逆風 現在均速都大概二十八而已 李偉你在哪裡 所以我來說出鐵現在 速度三十 不知道是快還是慢 但我之前有看那個 冠軍都騎四十一 四十二 用飛的 我應該算一般人 三十 真的可能可以騎三十五 所以我慢慢被他追到 那在去塵當中 我已經想盡辦法 用盡吃奶的力氣 騎到好幾次 我都感覺快吐快抽筋的情況下 想辦法把我的瓦速推高一點 然後速度不要掉太多 因為去塵力風太大了 所以其實 時速都沒有達到自己目標設定的 這個配速 所以去塵其實真的有點小緊張 接近折返點的時候 以為 出現了 他到了對面 好可怕 這個時候 才開始讓我覺得 有一道勝利的輸送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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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雖然已經調整回來 心跳比較低了 腳也沒有抽筋的感覺 我衣服好痠喔 衣服好痛喔 衣服好痛喔 然後騎的過程當中 雖然是順風 沒有去塵這麼辛苦 但還是真的覺得 因為身體的 想上廁所的關係 所以整個身體是很不舒服的 如果我現在停下來去廁所 我大概零的時間差 都輸回來了 所以我乾脆 我就在車上尿尿好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 我就很怕我後面 會有人看我的車子 怎麼一直在滴水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在邊尿的同時 邊拿起我的水壺 一直往我自己的肚子這邊澆水 然後想辦法讓他看起來 是我身體 是因為我很熱 然後澆水流下來的水 而不是尿 因為我其實就保留10粒 後面 均速全部都36 其實就是跟他差不多 他應該是 沒辦法追到我 然後我上坡就全力在去的 所以現在 已經要到終點了 看來他應該是 追不到我 39 我騎乘的完成時間是 81分42秒 騎乘的話 因為公里數有多一點 然後其實我的總成績 算下來 我的均速是有在30以上 所以還算我的目標之內 他有離我很遠嗎 他感覺我追超多的 兩分鐘 那最後我的自行車 完成距離啊 看的車表竟然多了兩公里 是42公里 完成時間是 79分20秒 在第二個轉換區 花的時間大概是 3分03秒 那轉換出發之後的跑步 就想著 因為只有兩分鐘的時間差 感覺他有機會追到 所以一出去 其實就跑得有點快 那其實在第一公里跑完啊 就會覺得腳好像已經有一點要抽的感覺 所以到水站之後 我都會一直沖 就是肚子以下 那還有一個原因啦 就是我怕我身體尿稍微太重 所以要沖淡一點 所以要沖淡一點 沒有多快 啊幹 抽筋 我剛剛去廁所尿尿要等你耶 我剛剛去廁所尿尿要等他 我抽筋了 快點快點 不要抽了 欸他們幫我還直接跑掉 可惡 好滑進去了 要嗎要嗎 小心要嗎 後面有一人踢 我不用一人踢了 我是腳抽筋 要嗎要嗎 你先拿 沒關係 還可以嗎 還可以還可以 再抽 在抽筋完 其實 我當下已經覺得 我可能要放棄比賽 我要先走一陣子了 我好像沒有經驗這麼嚴重的抽筋過 我是大小腿輪流抽筋 所以那時候基本上 連走路都會很痛 我現在均速 抽完筋現在慢慢可以跑到四分半了 抽完筋好像 好像好了一點 希望可以這樣維持到終點 還有機會 因為他比我早出發五分鐘 這樣 如果他沒有贏我五分鐘以上 我現在有機會贏他了 我就是沒有 設想計要跑多少 就是順順跑 順暢就好 然後 跑當中 然後我一K我才看表 發現 三分五十幾 好奇怪喔 怎麼那麼快 前面的配速就是非常的穩定 就是四分整 然後我就是穩穩地跑回去 也沒有想要快啦 其實要快也快不起來 因為腳就是非常的無力感 然後屁股也加不起來 然後我就順順地跑回去 到終點 真的很爽 因為感覺他被我拉爆 不知道跑去哪裡 然後屁股就想說 我就在終點看他多久 然後 等他回來 嗆他 嗆他一下 那其實到終點前的這一段啊 我的心態 反而是已經變成 很期待 看到終點的完賽成績 因為我相信 以我自己的成績來講 算是有突破的 但是其實我很期待 就是我到終點的 這一個瞬間 到底 以為已經抵達多久了 因為我們有五分鐘的時間差嘛 只要在五分鐘之內 因為他抵達 我也抵達 那代表我就是贏他的 就是重成績 但沒想到我到終點的這個瞬間 我 第一件事情不是停下來傳 或是幹嘛 我是馬上問大家說 欸 以為到底到多久了 沒想到我聽到的時間 竟然是 他已經休息好一陣子了 其實在跑步出發路段開始之後 我就開始覺得腳跟一直 好像有沙子沒有用乾淨 跟鞋子不斷在摩擦 但是我在抽筋那一刹那 停下來的瞬間 我去看我的腳 我的兩個鞋子的腳跟 都已經是血 比完了 欸 我真的講我這是 我覺得 我已經盡力了 我也盡力了 我也盡力了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項目來揭曉 看到底是誰贏好不好 來啊 好啊那你先嘛 游泳成績怎麼樣 有 我覺得還不錯欸 你游泳有很多機會 雖然我外星扭八 但是我三十八分二十十秒 你外星扭八是說你一直在一起嗎 三十八分二十四 我的游泳成績是 三十八分十六秒 我已經 暫時領先了 我跟你講 裝備哥 我穿那個 方來衣真的有差好不好 我穿了這一 那你的腳踏車呢 腳踏車 八十一分 四十二秒 八十一分其實水準之上 因為這一段距離是騎四十二公里 所以你八十一分 你均術也是三十多欸 那我的腳踏車成績 你知道多少嗎 七十九分二十秒 雙倍哥 再來雙倍哥 所以我的兩項成績 已經暫時領先你 這樣是幾分鐘 差不多三分鐘左右 好來啊 我最有把握的 好你最後一項多少 三十九分三十八秒四 三十九分 對啊 太快了吧 你可以去尿尿欸 先登地一下 你知道我在跑步的時候 看到你的時候 我本來想嗆你 就有嗆一個我直接大超巾 我在那邊坐了三分鐘 還站不起來 結果我的跑步成績 跑了四十七分鐘 所以我的總成績是 兩小時五十四分十三秒 換你一天了 兩小時四十八分而已 可惡 完蛋了 我要吃特製早餐了 好吃 那你今天整體的心得怎麼樣 整體的心得 對啊 我真的轉換一下 我每個轉換 轉換到下一個 像騎車我完全騎不動 騎車下來跑步也是嗎 對啊 完全沒辦法跑 也沒辦法騎 但是差不多一下下就適應了 所以你是那種硬尻就對了 對喔 硬尻硬 真的是完全靠我的腳在硬材 我覺得 我那時候跟你講 我在游泳的時候 看那個很像你的 我想說哇塞 只要以為在這邊我贏定了 然後我就想說要嗆他一下 我說欸怎麼那麼慢 結果那個人不是你 我就很尷尬 直接埋到水裡面 因為我以為是你 你知道嗎 白癡 白癡 好啦 我今天的總段 你知道嗎 為了贏你 我連小PayPal都用不上了 什麼小PayPal 你知道嗎 我在騎腳踏車之後 我為了贏你 我本來只要把你唱出去尿尿了 我直接給他邊騎邊尿 所以現在是尿 因為我剛剛 我剛剛 不要 不要哭 不要跑 我剛剛在每一個站的時候 我都 白癡 我剛剛在 我剛剛在每一個水站 我都去淋水 然後那個呢 就是加油團就說 幹嘛去洗澡 我都不敢跟他們講 因為我剛剛尿在哭 你一邊 好酷 酷 好啦 今天是挑戰 很可惜失敗了 但是 我可以講 下一次來浴池來穴水好不好 好啊 來啊 神經病 我會好好練的 我覺得我下一次應該 有機會可以贏你更多的 我們就下一次挑戰劍 換他一下 我先展現 走啊 天啊 好累喔 準備吃我的特製早餐吧 哇 secretary 我會想失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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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